大家好,歡迎收看愛情某導師愛基的麻辣真心話 我今天就要請到的是專業專門做美食攝影的攝影師 老莫,莫問名 大家好,我是老莫 來自於台南 哇,台自台南高的美食之都喔 是 所以你在那邊就是拍很多美食照片 職業傷害 職業是甚麼 職業是甚麼 這是臉比較遠嗎 對對對 我也是台南了 這樣說 是 OK 好,那今天就看看老莫怎麼樣教大家 可以拍一些很秀色可參的照片 好,沒問題 好,首先問一下我很好奇 就是會攝影的男人是不是比較受歡迎 容易認識一些正妹啊 然後有沒有女生給你示愛等等 第一題就是麻辣 來 比較應該不會比較受歡迎 只是說在一些社交的場合 有沒有,比較讓人家有記憶點 會不會攝影不是受歡迎的重點 對 所以也沒有因為女生覺得說 哇,你這樣拍照很帥 你覺得不會因為這樣子 女生對你也比較好感 也不會 也不會 是因為你做人誠懇 不是因為我是專業 所以女生喜歡 我是因為我很誠懇 先誠懇在一起 對 先誠懇在一起 這近幾年開始流行音頭 叫做男友視角的照片 到底甚麼叫做男友視角 男友視角我們把它簡單做個比喻 就是說我們都會玩那個線上遊戲 就是第一人稱視角 比方說那個設計CS 對 那就是以男生本身的主觀鏡頭 來拍女生 對 那怎麼樣去拍出男友視角 就好比說 如果今天的場合是在那個餐廳 男友視角可能是 欸來我餵你 對 那你要拍甚麼 你要從這裡拍 那主觀鏡頭就是我 那我可能一直插紙 在餵你的鏡頭 對 那或者是 或者是我們一起 舉起那個紅酒杯 對 然後拍你 這樣子很甜蜜的樣子 對 這樣子 所以那個就是用男友 就是男人的這個主觀視角 然後來看女生那個角度 對 那如果是在房間內 那可能一些比較親密照 可能如果是男友視角的話 可能是 就是 一起刷牙 早上起來 對不對 一起刷牙 好甜蜜喔 對 那女生可能穿著那個白色的那個襯衫 就是男友的襯衫這樣子 對 我的畫面太甜蜜 好可愛 對 那個東西都是會 比方說在IG啊 或者是在那個都 通常的按讚數 通常都蠻高的 哇 好棒喔 謝謝今天老沐跟我們分享這一點 非常重要 這位男生你們會去開 趕快試看看你的女朋友 會非常愛你 對 我剛剛聽起來就覺得 我好想要拍一張 那時候都有那個牽手有沒有 牽手這樣 對 甚至那隻假手都有在賣 是假手 男友假手 你老不到 如你單身也可以拍男友視角的意思 是 好 如果說好像 如果說我不是單身 不是用假手 我真的有個男朋友的話 是 對 因為我其實我覺得很多男生 其實不太會幫女生拍照片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生氣 譬如說我曾經因為寫過一篇文章 還上了新聞這樣子 因為我就列出這種 十個手殘的男友老公拍的照片 會變怎樣 譬如他們有發現你的瀏海被吹開啦 或是說你手上拿很多東西啊 什麼的 對 你們給大家一些建議 就是如果呢 你身為一個男生 你要幫女生拍照片 你要注意什麼樣的細節 才會讓對方覺得好開心 覺得你好棒這樣 那我們可以用幾個簡單的記憶方式 然後我們分為特寫半身全身來拍 那以那個全身來舉例的話 你要注意的就是女生的腿長 太重要 那什麼角度呢 你盡量要把相機壓低 至少是跟要同樣的 因為我們在攝影有一句話就是說 你如果覺得不好 拍得不好 一定是你蹲得不夠低 一定是蹲得不夠低 那你如果說男生 男朋友是180 女生可能160 你從男朋友的視角 他如果沒有蹲低的話 拍起來女生永遠是腿短短 所以肢體要蹲低這樣去幫女生拍 對 然後肢體盡量延展 就是把最細的部分 伸展出來 面對鏡頭 對 所以哪裡最細就是面對鏡頭 對 同樣的手臂 這最粗的 我們不要面對鏡頭 我們最細的面對鏡頭 好聰明喔 對 那我是不是要開始擺一點 對 我們現在 現在用半身的 我們要盡量要注意的事項就是 不要去擠刀肉 難怪剛才都一直做這樣 我要這樣做就對了 對 女生會比較可以擠刀肉 對 那一樣的是說 靠近 那你就應該告訴我啦 我剛才就是這樣子 然後靠近鏡頭的手臂 永遠不要抬 靠近鏡頭的手臂不要抬 因為一抬起來就會變成很出眾 所以我們要講話一定要用這個 我自己都這樣子抬 對 我一定要這樣 OK OK 好 然後以特寫的話 我們就是說 盡量劉海 劉海 一定要幫他注意 要撥順 髮流 然後魚耳 不能讓他笑得太嗨 然後要把鏡頭像 對 這樣子 好多細節喔 你們還是找專業攝影師 對 講派聽說還是找專業攝影師這樣 通常好 通常如果是會攝影的男朋友 通常女生會比較沒有安全感 可是在拍攝當下 其實男生都是很專注 他不會有什麼嚇的嚇起來 好 那下次我們再談這個 有關於拍攝的一些小細節 好 今天非常謝謝老莫 來幫我們分享這個男友視角片 那你有沒有粉絲頁 還是什麼可以讓大家追蹤你的好照片呢 有喔 可以上網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老莫 西台南 西台南 這個是分享旅遊跟美食的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好 今天謝謝老莫 那愛奇莫老師愛雞的麻辣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喔